藉由烘焙坊的进驻,让医疗人员也能够获得身心的放松 继2014年帕萨丁娜烘焙坊进驻高雄长庚医院后 帕萨丁娜烘焙坊第九间门市正式进驻高一 在6月16日举办开幕庆祝活动 高雄医学大学刘景宽校长、高一中影文院长 烘焙坊许正吉董事长与烘焙坊主持们一同剪彩庆祝开幕 帕萨丁娜高一店位于起川大楼通往其他大楼的走廊空间 装潢设计以木头的温润质感与大理石的稳重感作为基底 搭配木质桌椅与吊灯,整体空间呈现清爽明亮的氛围 店内及波银门上可以见到帕萨丁娜最新设计的原型logo标志 店内贩卖多款天然酵母院包 欧式汤品、新鲜沙拉、进口茶饮以及精品咖啡等商品 现场设有历史区和座位区 方便医师群、患者以及附近民众不同的用餐需求 对于二度进入医院开始烘培访 徐政级董事长希望提供一个生活空间 成为就医的民众以及医护人员身心间能够获得放松的空间 时放新闻黄慧如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好